双北市医院接连发生医疗暴力 新北市双合医院日前有确诊者持刀挥砍三名医护 酿成护理师手部韧带断裂 以后可能难以重返工作岗位 当晚的值班医师也透露 确诊者的家属还跑到医院去质问 病患怎么会有刀 你们都没有检查吗 痛批实在是一点歉意都没有 另外今天凌晨台北市人癌医院 又一名自己在家隔离的轻症确诊患者 身体不适自行就医 但因为睡不着突然失控 持拐杖砸毁了筛检隔离窗 甚至还动手拔其他病患的氧气瓶 警方火速到场将人压制 不过离谱的是 这名确诊者早上清醒之后 又擅自逃离医院 目前警方正在钓医院监视器携水 原警霍报到医院裁剪站内 只见男子情绪非常失控 警方赶快把人压制 医护人员也对他施打了镇定剂 不过原警赶着出勤 没传防护意 这下可不得了 因为这男子其实是确诊者 拿他的身边的轨张 就敲破我们隔离房的玻璃 把人家的氧气困掉 他因为是轻震 自己在家隔离 二号凌晨身体不适自行就医 因为在户外裁剪站 觉得睡不着头痛 情绪躁动 医护人员施打了镇定剂后 但他药效退了 却又失控拿起拐杖砸毁筛检站的隔离窗 甚至还动手拔掉其他病患的氧气瓶 直到警方到场把人压制 才没再继续闹 保护不够了 他制止过程当中 可能跟他一些扭打这样 压制 所以他很担心 他自己也被感染 双北市医院陆续发生医疗暴力 新北市双核医院 迟到攻击三名护理师的确诊者 当天在场的医师 就还原现场惊险情况 持续的呼救生 和护理师眼泪伤口 满地的鲜血 还是不时在脑中浮现 他那几刀砍得简单 却毁了多少医病关系 信赖还有善良的心 病人的女儿感觉是非常有歉意的 但弟弟到病房第一句话 竟然是他怎么会有刀 你们怎么没有检查清楚 我无法掩饰心中怒火 反问你怎么一点歉意都没有 回想起来实在愤怒又痛心 只期待法律 能给受伤伙伴合理交代 第一线医护警销 秉持着救人天职 却被病患无情攻击 身陷染疫风险 基层只希望能定定出明确保障 不要让谴责医护暴力 只是口号 谢谢大方高子要台北采访报道